哇,真的很好闻 反而就还有那种让你想再多闻两下的这种冲动 哈喽,小猴虫的朋友们 我不定期更新的测评视频又回来了 不知道最近天气变冷 大家有没有换上厚厚的衣服准备过冬呢 其实我知道对于很多人来说 冬天不仅衣服会换季 香水也会换季 会换成适合冬日的木质香 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带来一期木质香水测评视频 今天会和大家测评来自欧龙的三款 木质调的香水 分别是无疾无龙 流金木香 以及我们这个全新的秘境之木 感觉欧龙每一次上新的香味都非常用心 那我也是非常的期待 那花花知道为什么会把这三只放在一起测评呢 这个还真的是问到我了 是因为这三只香水中都含有玉创木的香原料 哦,玉创木 还是第一次听说 玉创木精油 玉创木是一种非常神秘的香原料 它成长在巴拉圭 当地的土著人从十六世纪开始 就会用玉创木树脂为病患减轻土壁痛 它的香味也非常特别 花花可以描述一下它具体的香味的感受啊 这个味道就感觉就是那种很缥缈的一种气味 就有种忽远忽近的一种气息 然后其实我还蛮好奇 它在这三只香水中的这个味道 那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香水测评吧 第一只是我比较熟悉的这个无鸡无龙 我们先来试一下 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茶香味 然后很淡 就是一种若有若无的一种味道 就是我觉得这个味道 它很适合就是自己安静的独处 然后就比如说特别是那种创作的时候 这也是很就是怎么讲 最接近体香的一种香味 不会打扰到其他人 也会让自己的感觉很舒服 第二只呢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流金木香 喷一点 这只也蛮特别的 就像是羊绒毛毯 就是包裹的那种感觉 会让我想到就是一个冬日的午后 就是靠在窗边晒太阳 比如说时光就在这样阳光般金色的氛围中 就慢慢的流逝 好了那我们来测试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只 也是我今天最期待的秘境之木 而且它的包装就和其他的两只不一样 金属名牌上除了一些产品名字之外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它的经纬度 这个经纬度是这个香水的产地吗 嗯 准确的说是这只香水最主要的香源料 玉创木的产地 是巴拉圭的大茶科平原 哦 怪不得名牌是这个就是木质纹离啊 那我们来试一下吧 哇 真的很好闻 就是果然它是那种最还原这个玉创木本身的这个味道 其实我闻这种木质调的香味有时候会有这种云香的这种状况 但这一瓶秘境之木就没有这样的情况 反而就还有那种让你想再多闻两下的这种冲动 这是让我有一种漫步在烟雾缭绕的一个秘境中的想象 这感觉是一个举止非常高雅 然后又很深邃很辽人的一种感觉 会让人有距离感 但也会让人想要去了解接近的身世 适合很神秘高冷内心有很多故事的人 期待你们在小红书多多分享关于这只香的测评 看看是否和我的感受一样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